7月13号台风夜基隆发生枪击事件 不明人士对着艺人许孝顺投资的离公司铁门开枪 经过一个月终于逮到人 满脸不在乎的全姓主贤是天道蒙太阳会的组长 原来13号当晚他在酒店喝酒时 看离公司的林姓股东起争执 双方早在酒店时就打了起来 甚至将对方扭打倒地 没想要出拳打人还是难消怒气 陈姓主贤离开酒店后 立刻叫唆小弟到离公司门口连开三枪 这开枪了 后面这个是打风的 铁门上留下弹孔但还好没有伤到人 警方事后调阅监视器锁定陈姓主贤 果然在他家中找到枪支 最后连同陈姓主贤共十几个人 全被依违反枪炮 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等罪 移送法办 都需要李国宝 红婷在基隆报道